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培健是中国第一代传输型侦查卫星系列总设计师 也是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 2019年9月 叶培健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他介绍 自1970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以来 到2001年 中国已经成功发射70多发应用卫星和飞船 但深空探测领域始终没有中国人的足迹 奔月也只是梦想 2004年 中央正式批准月球探测工程立项 自此 中国对月球探测工程全面启动 我们国家要发展 必须要靠创新 必须要技术上强大 很高兴的是我们国家这几年在教育投资上 创新投资上的投资越来越大 我进五院的时候是1968年 我们一万多人搞一颗卫星 后来一年搞几颗卫星 后来一年搞十几颗卫星 现在一年能搞上百个卫星 发射三四十颗卫星 全得以我们的创新 全得以我们技术水平提高 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被命名为嫦娥一号 它实现了中国第一次绕月探测 嫦娥二号实现100公里轨道的绕月探测 并完成拓展实验 嫦娥三号实现在月面软着陆 探测器创造了全世界在月工作最长记录 中国的探月记录不断突破 但夜培建没有建好就收 它认为嫦娥四号应当在探索方面 去大胆地走一步 在经过专家论证 克服了种种困难后 2019年1月 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也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 有一个NASA的领导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是报上看到的 从今以后我们不能再说中国人只能跟着干 过去我们所干的所有的事情外国人都干过 但这件事情外国人没干过 你看这句话的评价就够了 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们真正中国人自己干的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的收官之战 即将发射的嫦娥五号承担着无人月面取样并返回的任务 目前正在进行各种故障预案准备 叶培健介绍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为火星探测做着准备 他说 中国的火星探测虽然开始时间晚了 但水平不能低 发射到火星 对火星进行全球的观测 第二要降落在火星 第三火星车要开出来 在火上巡视看测 这当中有很多难点 如果这个做成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 在一次任务当中完成三个目标 现在这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展当中 各项工作都在向前推进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情况 我们将会在明年发射火星一号 然后到建党一百周年之前 落在火星 回忆职业生涯 叶培健很动容 他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 从一穷二白 到机身航天大国之列的转变 谈及未来 他也只有一个目标 为中国成为航天强国 再多做一些贡献 将来我们还要有月球的 四期工程 建立月球客号站的初步形状 我们还要完成 我国的火星探测 火星的取样返回 小行星的探测 和木星系的探测 到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建国七十周年 我们的飞行器 将会飞过木星 飞得更远 更远 非常太阳系边界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好 我来玩 可爱 我来玩 这一天 也好 去年 我来玩